大家好,我是乐友中音写字的吴老师 今天咱们就用笔书法的学习 谈四个技巧 第一个谈的是书写的节奏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今天白天我在一个班级上课 然后这个班最近搞了一个活动 就是唱红歌 然后呢一个音乐老师来指导 指导时候 你像这个八年级的孩子 像男生正值这个变声时期 所以说对高音唱不上去 所以说老师在纠正的时候 给我了很大的一种启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 音乐它是讲究韵律的 讲究是节奏 同样我们书法 在书写的时候也是讲究节奏的 这个节奏主要靠提和按 提和按就是轻重 所以轻重的变化 它是有节奏的 所以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第一个要根据提按的轻重 来把握住书写的节奏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说 从音乐里边讲的高音 高音是很难唱起来的 那么我们硬笔书写里边 其实也可以接点这个问题 你像高音上不去 我们就在这个音 进行纠正 那同样我们硬笔书法 在书写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 某一个空笔上 或某一个结构上出现问题 所以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是 针对性的一种纠错 这种纠错 要反复纠错 而且通过反复 针对性的纠错 可以达到 快速的把这个笔画 或者这个字的结构 能够快速的理解 这样的有助于提高 我们的书写效果 第三个 我觉得就是规律 进行归类 归类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它具有一个普遍的意义 那么对我们硬笔书法来说 我就来说 可以对笔画进行归类 比如说 我们好多的字 比如像 大 天 火 右 这个 帐 等等这些字 它是一个树弯片 很多人呢 容易写成一个 斜的 撇划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有共同的规律 像我很多的视频 也在讲解这个问题 第二类是 对于 这个 结构的归类 像 我在好多的免费视频 或者收费视频 都提到结构 特别是我最近 正在录制的 巧技结构 精华版 从 左右结构 上下结构 现在已经把 这个 半宝位结构 录完了 如果再录的话 就录这个 全宝位 和品质性结构 然后再到 读体字 因为通过这些 规律的探找 我们 通过一个 整体的规律 一个普遍的东西 普遍的道理 这样可以把 重T的字 写好 另外就是 偏旁部署 偏旁部署 对偏旁部署归类 比如说 我们列举一下 像带有T 笔划的 像 公字旁 土字旁 王子旁 踢手旁 牛子旁 他们T 在什么位置 书写上 有什么样的 普遍的规律 还有 像我们书写 这个 带有这个 点画的 偏旁 像 火子旁 被子旁 蚊子旁 虫子旁 柚子旁 等等 这些 点上流控 它在书写上 又有什么样的 规律 所以对于 规律探找 可以便于我们把 一些 没有练过字 根据规律 可以很好的掌握 第四点 就是我们在 普遍的规律之上 要 记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书法里面说的 字无二设 也就是指 也就是指 一个字 不能重复出现 两个 那话 这个特殊性 也有规律 那么我们把 这个特殊性 掌握好 很多字 可以写好 比如说 食品的诗 送别的送 等等 这些字 就可以说也好 这也是个规律 再比如说 我们说 像写 刀 方 万 还有我们写 这个物 物 还有五个的物 它的这个 竖画 或者批画 斜着走 平行走 这和我们 一般书写的时候 不一样 因为我们正常 书写 竖沟 或者竖 是竖直的 这倾斜的 它也是特殊的 我们把 这类特殊的东西 进行归类 也便于去区别 其他的字 所以综合上面来说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空闭上 注意节奏 提案的轻重 这样 使我们书写起来 使字写的 更加的自然 我们在 对自己的错误 进行 针对性的 这种纠错 便于我们 快速 提高我们的书写水平 我们去从 这个笔跨 偏旁步手 结构 找规律 这样可以是在 我们短时期之内 大面积的 把一些字的写法 搞得明白 甚至我们把 没有学过字 通过这些规律方法 也可以把这些字写好 所以练字 我曾经说过 70% 是靠我们领悟 30% 靠我们提笔来练 这些道理 希望大家呢 能够加以理解 我相信 我这七分钟的 这个交流 给我们很多朋友 肯定有很多的启发 最后要说一句就是 根据我线下班 这些学员来看 他们 对结构掌握得很好 往往就是一些 笔画的细节上 比如说 空笔 和这个结构的一些 小小的技巧 这些细节 把握不太好 还有一个就是 熟悉的态度 所以我们说 这个练字需要下功夫 功夫的功 是功人的功 这个功夫是什么意思 就要求我们 必须要精细 去反复去打磨 反复的纠错 反复的领悟 好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